國內辦到底想要做什麼 這個讓人感覺跟馬英九最近認為說 臺灣你這個疫苗的採購 應該包含中國 怎麼感覺有點互相呼應嗎 來 林醫師怎麼看 來 林醫師先來 那很簡單講一個事情 臺灣我們昨天才出來一個民調 就是國內的民眾願意施打 中國製疫苗的比例占百分之一點三 我們謝謝中國的好意 不過你不要浪費我們的倉儲成本 跟我們整個安排這個東西的這個倉儲 我們沒有時間搞你們這個東西 在這邊沒有市場 不需要考慮這件事情 謝謝你們 是 來 陳博士怎麼看 當然民眾有選擇的權利 那如果這個民調之後 民眾不願意 那麼當然這國家資源 要用到該用的地方 那我認為現在公佈的數據來講 不是只有臺灣的願意低 而且包括中國大陸本國的 這個民眾施打願意 這個意願也低 所以我認為 還是以這個大體的為考量 是 很怪 為什麼這個時候 國裁辦要強調這個部分 當然他應該廣泛提是海外 海外的中國人 所以叫做包含臺灣 所以你如果是要做中國人 你就去打 是不是這樣子 可以這樣說嗎 李醫師 可是在海外 就我瞭解像我們很多 在美國臺橋 他們都跟我說 他們國外 像包含莫德納跟輝瑞 都打完了 都打完了 其實請他先照顧自己國人 因為看到現在中國內部 好像只有百分之二 如果像我們講說未來 接下來其他 慢慢世界要恢復 之間的交流的時候 是不是中國這邊 他們要趕快趕這個進度打上來 對 中國你們最好好地公布 因為如果你們九成以上 都不願意打的話 對於整個防疫說真的也不太好 可是因為有人對於我們 AZ即將要來 有那種畏懼 陳牧師是不是認為 最好還是打對不對 所以台灣目前狀況來講 施打AZ疫苗是OK的 是沒問題的 而且剛剛看看科學數據 這些副作用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認為 按照以這個國情來講 還有包括經濟利益 效益 目前來講二十萬劑 醫護人員要趕快施打 這樣才能夠替台灣老百姓救護 我們如果單純只看某一種病毒 某一種疫苗 你會覺得效果沒有很好 或者是副作用好大 我會很痛 我會很不舒服 可是後來他把所有疫苗 從頭拿出來看發現 你打了都會痛啊 你打了都會不舒服 你都會 你會想睡覺 你會困倦 甚至會輕微發燒 這個當然是很誠實的 所有疫苗都要告訴你 我會有副作用 只有那個騙你的疫苗 跟你說我沒有副作用 因為他其實是生理時間稅 好 麻煩來了 但我們告訴大家 會有這些副作用 尤其是接下來 這些疫苗都進了台灣 開始打了之後 就會有人打了暈倒 有人打了之後 明天發燒 不能去上班 會發生什麼事 再繼續降低台灣民眾施打疫苗的意願 那這個時候回來了 當然站在國內的疫情控制來講 我認為我們只要維持現在的 所謂控制狀況 等到其他國家疫情下降 我們其實即使國內的施打率 沒有很高 到明年之後 暫時的我們的防疫壓力會比較小 但是長遠來講 假設他流感化之後 你大概還是每年要像我們打流感疫苗一樣 每年要再去補一支突變之後 再修正的武漢肺炎疫苗 他要不斷的修正 就像每年流感一樣 那我最後補充一個事情 就是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對於醫療人員或專業人士 你在現在跟大家講說 你打哪一家 你不要打哪一家 我非常反彈 因為第一個事情 剛剛提過了 指揮中心這兩天 因為AZ要來了 對 因為第一個AZ要進來了 醫護人員有劇打潮 其實當然你可以不要打 部長講過 你可以自己決定你的順序 可是其實問題在於說 好 第一個事情 這個疫苗 這三支疫苗 或接下來的五支疫苗 發展到現在 我們都只知道 他做到現在臨床時間 效果不錯 但是哪一支後來突變了之後 可能會效果不好 或者是哪一支追蹤了三個月之後 發現這支效果 怎麼被人家維持得更久 都是現在不知道的事 所以簡單來說 你有緊急防疫的需求 你就趕快趁有什麼疫苗 就趕快去打 你沒有緊急防疫的需求 等到大家施打得差不多了 你要看看狀況之後再打 我們不反對 但是這時候還有人出來講說 某一支AZ打了這個一劑之後 如果你九十天之後 效果會很差 對啊 可是人家叫你打兩劑 人家叫你打兩劑 你第二劑都沒打 人家就是研究過第一劑打完 如果沒有補第二劑 效果會不好 這是之前就知道的事情 所以AZ也叫你打兩劑 莫德納也叫你打兩劑 然後BioTank也叫你打兩劑 誰跟你講說打九十天之後 不要再打了 我再去撈了一下 想說是不是我學術 學術不夠精確 我再去查了二零 今年二月十八號NEJM 就新英格蘭雜誌的data 他裡面也是一樣 他並沒有跟你講說 哪一個疫苗打了九十天之後 就是不要再打第二劑 你就那一劑就讓他效果不好 沒有 甚至我查到最新的BMZ的期刊 還有一個討論 因為其他國家 第一個有的國家疫情比較嚴重 第二個 其他國家不像臺灣 多數的人都沒有感染過 所以有個新的研究來了 他們很多國家發現說 如果你曾經感染過 打一劑效果就很好 是 這是其他國家發生的事情 那你要不要拿來臺灣說 其實你打一劑效果就很好 這個前提不成立 為什麼 因為臺灣多數的人根本沒有感染過 那所以你不能拿一個一半的資訊 跟人家講說 打一劑九十天之後效果不好 沒有任何一家疫苗 叫你只要打一劑 他都叫你打兩劑 我們唯一能夠去調整的事情是說 有的研究說 第一劑跟第二劑間隔四個禮拜 可能會有新的資料出來跟你講說 可能隔八個禮拜 效果比較好 是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從去年年底到現在 我們不斷跟大家講說 你不用那麼急 你等其他國家打完了大數據 自然會告訴你 四個禮拜比較好 還是八個禮拜隔比較好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假設有需求的人 不是我剛剛講 第一線你就是會照顧武漢肺炎病人的醫療人員 你真的覺得你還要再等到幾月嗎 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資訊要講 大家不能只講前面 效果怎麼樣 不要忘記了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冷鏈儲存跟施打 也就是說你今天 比方說這種需要設施七十度以下的 你有多少這種配備的貨櫃 可以從其他國家運輸進來 所以為什麼有個國家他要打AZ 因為那些國家的冷鏈運輸有問題 那台灣接下來如果冷鏈運輸沒問題 或者我其實比較傾向為什麼現在AZ可以先進來 因為他比較沒有這個壓力 講一句很不客氣的 他是常規的冰箱就可以 他是常規冰箱就可以 所以假設會福布現在買了這二十萬劑進來 全台灣都沒有人要打 放六個月會不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他還是有效 但是如果我一開始進來的就是莫德納或BNT 他必須儲存在七十度 負七十度以下 我一次進了五十個貨櫃兩千個貨櫃 我要冷鏈 我每天都在那邊負七十度以下 然後你們都不來打 我整整這邊的壓力通通跑出來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 在公共衛生防疫上面需要付出的成本 所以當然現在大家可以講說 我自己覺得BNT比較厲害 我自己覺得輝瑞比較厲害 莫德納比較厲害 我要等以後的可以 但是我會認為醫療專業者 我們其實就是看 你有沒有這個需求 你緊急有需求 有什麼你先來打 你覺得我反正我日常生活非常安全 我不用擔心 你當然可以等冷鏈 或者是等其他國家 這種比較 我們講低溫疫苗進來